好了 不要闹了 过来 大家讨论一下 攀登阶梯的经验 之前我在修炼 你们攀登了多少期阶梯 我用了一根 复制镜仰肠 勉强才到二十七级 胖子三十级 容容最惨 二十级就不行了 竹青到了三十二级台阶 这说起来 我跟容容穿越海参之光 挺吃亏的 我们本身都不属于战斗系魂师 尽管魂力不差 自身属性 也在获得魂环时有所提升 但跟你们战斗系魂师相比 我们还是差太多了 主要体现在身体的强韧程度 和辅助魂技上 没有魂技帮助 我们简直寸步难行 我倒还好一点 有复制镜像肠帮助 可以使用你们的技能 容容就十分困难了 本来他身体就弱 就算用九宝琉璃塔 给自身增幅 也没办法让自己的身体 变得强壮 而且 他要攀登的阶梯 比我的多 是136级台阶 只有一年的时间 那恐怕 我先后两次承受 海神之光的压力 多少感受到了一些 其中的奥妙 看上去这个考验 对咱们每个人 都极为困难 但是 这其中存在着破绽 海神自语的考验 绝对不会是不可能完成的 要是我没计算错的话 甚至现在就可以帮助我们其中一个 来完成这个任务 刚才我和小五一同攀登阶梯的时候 曾经用领域的力量辅助他前行 我的领域同样可以作用在他身上 而通过之前的尝试 我们发现了一个秘密 这海神之光虽然强大 却无法阻挡辅助性魂迹 和对自身增幅的魂迹 我们并不是单独一个人 在这里接受考验 不要忘记 我们史莱克 是一个整体 三哥 你的意思是 如果将我们所有人的力量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 那么就能帮助他完成这次考验 对 就是这个意思 虽然并不是所有人 都能用技能辅助别人 但是小傲的香肠 你的九宝琳琳塔 还有我的沙神蓝银领域 都可以对伙伴们进行增幅 木柏本身就有三个 强化身体的技能 只要他在进入海神之光前 将自身的所有增幅技能 全部用出 再加上他那魂骨的嗜血效果 以及我们三个的权力辅助 我相信 他就可以完成考验 原来如此 那我们还等什么 现在就试试吧 唐三说 别着急 虽然我有70%的把握 能够帮你完成考验 但现在绝对不能去完成它 你不但不能成为 第一个完成任务的人 甚至要放在最后 和我一起最后完成任务才可以 具体顺序 我还要再仔细想想 不是三哥 为什么不先帮大佬大完成任务啊 每多一个人完成任务 我们不就能轻松一分吗 我就是不希望我们中的任何人 提前有轻松的感觉 我仔细想过了 这里的海神之光 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压力 可以让我们的魂力大幅度消耗 在这种压力的作用之下 我们修炼时 会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同时 会不断增强本体的能力 尤其是扛压 当我们完成考验之后 海神之光 还会阻挡我们登上海神殿吗 答案同样是否定的 那也就是说 只要我们完成了第一项考验 就会失去海神之光带来的压力 所以 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 穿越海神之光 作为第一考验的意义 并非为难我们 而是给予我们一个 增强自身实力的机会 只有在这第一年中 通过海神之光的帮助 尽可能提升我们的实力 我们才有通过后面考验的可能 因此 我们不但不能提前完成这个考验 还要将完成的时间 拖延到最后一日 将海神之光带给我们的好处 最大化 就在众人听了唐三的话 陷入沉思的同时 一阵掌声响起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 那红色的身影 又一次出现 海神抖落波在溪 缓步走向 家神抖落波在溪 外面之下 这一节目是 棒 小 你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